台湾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地下管道煤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件 爆炸导致24人死亡 其中包括4名消防队员 另外还有270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高雄市前镇区凯旋及二胜路街道沿线 据当地媒体报道 爆炸前街道的下水道曾传出浓浓的煤气柜 目击者说爆炸威力极大 还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和大火 沿管道线街道边的汽车都被掀翻和炸毁 沿街的建筑物受损严重 多处起火燃烧 原本平坦的柏油路被炸得面目全非 爆炸发生之后 消防和拯救人员立刻到现场灭火展开搜救 受影响的居民也被疏散到了附近指定的学校避难 由于爆炸威力大 范围广 所以当局估计伤亡的数字可能还会增加